我可以大膽跟你說一句 這個人絕對在Youtube上是紅不起來 你看他的樣子 這個人不可能紅得起 Hello,我是Jason 早幾天我們在Youtube上看到阿軒上傳了一條影片 就是他跟Hidy一起在看自己的黑歷史 就是一些比較舊的Youtube影片 突然之間我很想看看自己 一開始的時候剛剛上傳上Youtube的時候 早期的影片究竟有多差呢 就是我5、6年前剛剛開始拍Youtube影片的時候 究竟是怎樣的呢 今天跟大家一起去看看 首先第一條影片就是我們5年多 什麼時候的影片 讓我看看 這條影片是2013年6月26日 哇,2013年6月26日 這條影片是有35萬7千view 是不知為何那麼高的 一開始的時候我上傳過第一條打籃球的影片 但是再看那時候,哇,那時候多瘦 現在是肥仔一名 那時候多瘦 完全沒什麼肥肉 肚子有一點肥肉 但是比起現在來說那時候是瘦很多的 這個,是完之後不知為何要來一下 對呀,這一刻我完全不明白為何到最後我要做一個這樣的動作 就是覺得自己很有型 就是,落街射球呢 多準,我多厲害 哈哈哈哈 現在看回真是 年少氣盛 那時候也不是年少 我五年前幾歲 五年前,那時候也二十八歲了 那時候也沒生日 對呀,那時候二十八歲 我是二十八歲開始拍Youtube片的,沒錯 對呀,那時候二十八 哇,這一條都經典了 這個,看看樣貌做什麼 我那時候的樣貌和現在是沒有分別的 某程度上來說,反而是我那時候的樣貌比現在還殘酷 是不知為何 這條片又看看是怎樣 Hello YouTube 哈哈哈哈 OK,那時候呢 我還不像現在說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那時候我還是說Hello YouTube,Hello YouTube,Hello YouTube 這句我從開始到現在 我說過3000次左右了 Hello YouTube這句 但是那時候我就沒有說我是Jason 喂,我這條褲我現在還有在這裡 這條褲我還穿著 哇,五年前的波符我到現在還有在這裡 厲害 那些字幕是什麼意思呢 那些字幕是什麼意思呢 這些所謂的剪接特效真是 哇 其實我到現在沒什麼進步的,都是這樣 為什麼你在這裡 你為什麼呢 什麼呀,男人的浪漫呀 那些字幕都亂打 為什麼呀 我可不可以刪除了這條影片呢 我可不可以刪除了這條影片呢 為什麼呢 當時我應該大概只是擁有 兩三千個訂閱的 應該是 是不知道為什麼 哇,不行 還要重播 哇,這個結尾幹嘛呀 這個結尾 這個結尾是幹嘛呀 神經病呀 我要做這個樣子 我要做 不是,雙手在這邊 雙手在這邊 說話完全不流利 然後之後又 哇,那個肩膀 為什麼那個肩膀不窄呢 為什麼那個肩膀不窄呢 我好明現在我是健碩了很多 還是健碩了很多 為什麼那個肩膀不窄呢 但是為什麼一個說話這麼不流利的人 可以做到YouTuber呀 神經病呀 所以說呢 熟能生效這些東西是真的 你看看那時候我說話 年代呀 嘩 東西都要講錢呀 什麼東西都要講錢呀 但現在在這個年代 Oh my god 那個價錢不一樣 Oh my god 我可以大膽跟你說一句 這個人絕對在YouTube上是熊不起 你看他的樣子 沒有可能熊得起呀 這個人 你不會再買那些電話 現在你沒有一部iPhone 或者畫面大 不行,不要再看了 神經病呀 不要再看呀 好臭呀,這個人 神經病呀 幹嘛看東西呀 你死呀,你不想再看呀 我不想再看 神經病呀,為什麼可以這麼刺 為什麼可以刺得不要緊 啊,救命呀 啊啊啊 接下來的影片很厲害 接下來這條是我的YouTube頻道 第一條 也都 我相信是唯一一條 是過百萬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這條影片 139萬 我在日本吃壽司 吃了一隻 就是還要動的 就是鮮蝦壽司 那我吃完之後 我的嘴唇 是爆肥的 因為我有一點點敏感 那條影片看出來 嘴唇不是腫得很嚴重 但是大家看到 其實已經腫了整個隊 我的樣子在這幾年裡面 是完全沒有任何變化的 反而好像還年輕了 不知道大家覺不覺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年輕了 喂,這個厲害了 這個最厲害了 我頻道上第一條的遊戲影片 是勁在什麼呢 是勁在這條影片頭那27秒 是loading screen 頭那27秒是一個讀取中畫面 為什麼一個人可以完全不懂得剪接到這個地步 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連把頭那20幾秒剪掉 為什麼他這件事都做不到 Hello YouTube 好了,今天就玩這個GTA V 這遊戲真是萬眾期待 這遊戲一開始就好像要打劫 哈哈哈哈 這個人絕對不適合做遊戲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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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一次 對了,那時候我的聲音 比起現在來說好像高音一點 我知道原因 可能因為這幾年 說話很多 喉嚨都爛了 所以做YouTuber不是這麼簡單 經常要說話 我喉嚨很累,你知道嗎 這個GTA V的第一集 我拍的第一條遊戲片 累積到現在是54萬view 嘩,54萬觀看次數,神經病 但我想說那時候 因為真的太少人做遊戲實況 很多人去看這個遊戲實況的時候 選擇少 所以那個view數是特別高的 這個厲害了 這個真的是見證著歷史 這個不是黑歷史 這個只是見證歷史 這個是2013年12月9日 這個是我和Mai 相識了一個星期之後的事 他和Kate 和另外一個日本朋友 就想來我家打遊戲 就玩這個Dead Rising 3 這個是Mai 和Kate第一次在我的YouTube頻道 出現的時候的影片 你看我勤力到 我整條影片 我是有四個人的日文的中文翻譯對白 那時候是 多厲害 大家看看那時候 Mai 和Kate 哈哈 那時候一個完全不懂打遊戲的人呢 他上來我家的幾個月之後 嘗試去做一個遊戲實況呢 就會變成這樣的 就是會 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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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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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厲害了 2013年的7月 我第一次玩英雄聯盟的時候的影片 我第一次玩英雄聯盟的時候的影片 我今天打 L.O.L 哈哈 我第三天打 2013的第三天原來 2013年的時候的L.L 哇 那時候我已經是玩夢多了 那時候是有誰和我一起打呢 等等 有誰在這裡呢 有阿Khen在這裡 然後我 然後有阿Sing在這裡 但這個呢 真的要看回 我那時候玩英雄聯盟 我是這個鎖住的畫面來玩的 2013年 我已經玩英雄聯盟了 那時候已經 2013年了 但是可惜 去到現在才會玩一點點 那時候是純粹就是 他們各個在這裡玩 然後我跟著一起玩 因為我連升技能都不是升爆了之後才會打 我簡直是亂升技能的 根本就是完全不會玩 哈哈 那今天跟大家再去回顧一下 我們所謂的黑歷史 看回自己最早期的時候拍的影片 唉 我都覺得這個人 這個人沒有potential 沒有潛質沒有潛質 在Youtube界絕對不適合他 這個人是絕對紅美的 我都是勸他 真的要找其他工的比較好一點 哈哈 但是我在這裡找一些舊片的時候 我發現了 原來有很多片我拍了 我是沒有公開過 或者可能是公開了 一段很短的時間 然後我馬上把影片收回 這些片 我沒有公開過 當然從來沒有人看過 我公開了很短的時間 就已經收回了 那些很多都是只有幾千個人 甚至只有幾百人看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這些 我沒有公開過的影片的話 我下次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但是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 會對我的人的觀感會變成怎樣 可能會變好了 也可能會以後都不再看這個人了 不過怎樣也好 我是今天的影片 我們先到最後一集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有什麼記憶是否能量的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